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启示录七教会 得胜的呼召系列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 日子在苦 主得胜 当你感到痛苦 你会怎么办 可能有些人 他们会选择跑步 听音乐 吃甜品 创墙壁 当然请你现在不要创墙壁 听着我的讲道 我要创墙壁 请你不要这么做 很危险 向着大海喊叫 或者是有些人会选择睡觉 相信明天会更好 当我感到痛苦时 我做了一件事 喝苦瓜汤 那时我还没有谈恋爱 就失恋了 真的悲剧 有一天 我就喝到一碗苦瓜汤 我的眼睛突然明亮 我发现到苦瓜 它明明白白 我心中的苦 从此 我爱上了苦瓜汤 今天 让我换另一个问题 当你感到痛苦 你会想到谁 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 让我们一起的来诵读 你要写信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说 那首先的 末后的 曾经死去 而又活过来的 这样说 我知道你们的患难和贫穷 但你们却是富足的 我也知道那些 自称是犹太人 所说 毁谤的话 其实 他们不是犹太人 而是撒旦的党族 你不要怕 你将要受的苦 看啊 魔鬼将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下在尖里 叫你们受失恋 你们要受难 患难 十天 你要忠心致死 我就把那生命的光脸赐给你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艰苦的日子越看越糟糕 四美拿它是一个海港 有学者认为 它是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 七个城市当中 最漂亮的城市 就连四美拿的区民 他们也自称自己的城市 是亚西亚的骄傲 The Pride of Asia 那个时候的亚西亚 当时 它也是亚西亚第二个 建造凯撒神庙的城市 凯撒崇拜 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盛行 凯撒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 只不过是人而已 而凡不敬拜凯撒是神的 将会面对到逼迫或死刑 教会的情况如何呢 肉眼看 艰苦的日子越看越糟糕 就因为他们不敬拜凯撒 弟兄姐妹 他们面对怎样的苦呢 第一 贫穷的苦 第二 毁谤的苦 第三 监牢的苦 第四 殉道的苦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贫穷的苦 这个贫穷到底是怎样的贫穷呢 那就是一无所有 贫穷到一个地步呢 你身上一无所有 圣经另外一处 西伯来书10章34节 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 你们的家业被抢夺的时候 又以喜乐的心接受 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西伯来书第10章34节 告诉了我们这个线索 那个时候的基督徒 他们面对什么 他们的家业被抢夺 他们的财产被政府冲锋了 或者是没收了 他们的生活受到威胁 第二 毁谤的话 被自称犹太人的人 毁谤 没做的事 说你有做 没讲的话 说你有讲 你不是这样的人 他们却说你是这样的人 今天的基督徒仍然面对 各式各样的毁谤 例如仇恨同性恋 反对人权 反对女权 帝国主义 排他主义 等等 基督徒是一群危险的怪物 这都是不实的毁谤 而这些的毁谤 使到人际受到威胁 可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监牢的苦 没有自由了 被隔离了 你要逃难 也逃不出来 在监狱里 在监牢里 这可不是度假 自由 他们的行动 受到威胁 第四 殉道的苦 你们要忠心致死 然而在座的弟兄姐妹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寻到 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节 它说什么 几个人 你需要排队拿号码 而且你拿了号码 也不一定会轮到你来寻到 很有意思的是 四美娜的意思 它就是 墨药 而墨药多数用在 尸体 四美娜教会他们遇到什么 生命受到了威胁 眼前的苦 不是自找的 而是他家 是别人家在他们身上的 这是看得见的领域 但是在这一处圣经节里面 也透露了 那看不见的领域呢 真正的敌人 不是人 在座的弟兄姐妹 真正的敌人简直不是人 乃是撒旦 撒旦他借刀杀人 他利用人来去摧残人 他利用人来去逼迫人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 施暴者 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 他们被利用了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难怪主耶稣基督 他会这样的祷告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自己所做的是什么 有意 四美娜教会 不是因为他们行恶 所以他们面对逼迫 反而他们行得对 因此他们才面对逼迫 而令人感到非常敬佩的是什么呢 他们即使是面对到逼迫 他们坚持要行对的事 而我认为四美娜教会 他们做到了 五个受责备的教会 所没做到的事 四美娜教会 他们爱神 他们爱人 他们活出公义 活出圣洁 他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 今天是教会六十六周年 而在这个期间 我们分享启示录的七个教会 真的是非常神圣的时机 让我们能够来学习 四美娜教会 是一个受苦的教会 一群受苦的基督徒 真的很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这样 圣经告诉我们 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 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 你们也应当 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隔绝了 与罪隔绝是好事啊 行得对 但受苦 另一个圣经节 彼得前书四章 十五到十六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 因为杀人或偷窃 或行恶 或好管闲事而受苦 如果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 不要以为羞耻 倒要借着这名字荣耀神 成为基督徒 是一件好的不得了的事 但受苦 听我太后书三章十二节 其实所有立志 在耶稣基督里 过境前生活的 都必遭受迫害 哇 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家人们 立志要在耶稣基督里 过境前生活 这是好事 这是行得对的事 但是却要遭受迫害 为什么呢 我相信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 那就是 这世界的王 不是耶稣的朋友 原来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早已经发生在四美拿教会 弟兄姐妹们 可能也是线上的朋友 你不是面对逼迫 不过你的处警越看越糟糕 你的生活 你的人际 你的行动 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如果你是因为行恶 而受到这一些的威胁 你能够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 耶稣能够来拯救你 但是你是做对的事 甚至你选求各样的帮助 你选求各样的资源 你的情况没有改善 反而越来越糟糕 你感到非常的疲惫 你累了 你在问你自己 你在寻找一个 你能够坚持的理由 四美拿教会如何面对呢 第二 耶稣的得胜越看越美好 耶稣他回应四美拿教会 六点 耶稣说得算 耶稣永远活着 耶稣知道你的痛苦 耶稣的富足成为你的富足 耶稣赐给你那生命的光灭 耶稣不容第二次死来害你 第一个 耶稣说得算 刚才的那一段圣经节 我们看到什么 那首先的 幕后的 所有弟兄姐妹 只有神 祂配得这样的头衔 那首先的 那幕后的 只有神配得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 不是人说的算 也不是撒旦说的算 只有耶稣说的算 因此 耶稣说 几个人下到尖里 几个人就是几个人 不多 不少 而且是受试炼 受试炼 就是受试炼 不是受试探 而且他说 受患难十天 十天就是十天 不多 也不少 然后耶稣说 得胜的 得胜就是得胜 耶稣说的算 不是人说的算 不是撒旦说的算 不是人定你的结局 不是撒旦定你的结局 是耶稣说的算 第二个 耶稣 祂永远活着 祂告诉我们 曾经死去 而又活过来的 曾经死去 而又活过来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全能的上帝 怎么可能 曾经死过呢 如果祂是全能的上帝 祂不可能死 但是这位上帝 祂竟然曾经死过 发生了什么事 神的儿子 成为人的儿子 好让人的孩子 能够成为神的孩子 因此 耶稣基督必须 曾经死过 希伯来书 第二章 第九节 告诉我们 不过 我看见那位 暂时成了 比天使 卑微的耶稣 因为受了死的痛苦 就得了荣耀尊贵 做光灭 注意 荣耀尊贵 做光灭 好叫祂因着神的恩典 为万人藏了死位 耶稣受了死的痛苦 耶稣藏了死位 另一个圣经节 希伯来书二章 十四到十五节 孩子们 既然同有血肉肢体 他自己也照样成为血肉肢体 不要借着死 消灭那掌握死权的魔鬼 并且要释放那些 因为怕死而终生做奴仆的人 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耶稣仿佛来到死亡的面前 对着死亡说 释放我所爱的人 释放我所爱的那些人 而死亡却对耶稣说 你要他们活 我就让你死 耶稣受了死的痛苦 祂尝了死的味道 耶稣通过祂的受死 和复活 祂得胜了 祂不是用高压 祂不是用强权 祂不是用武力 祂不是用施压来战胜 祂也不是用拒绝来战胜死亡 反而祂面对死亡 祂自己受了死的痛苦 尝了死的味道 祂复活 祂得胜了 耶稣战胜死亡 所有在基督里的人 都会战胜死亡 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 第三 耶稣祂知道你的痛苦 祂不是远在天边的上帝 祂靠近你 祂知道你 在座的弟兄姐妹 这里说什么 我知道 耶稣祂知道你 祂念得出你的名字 我未必知道你的名字 但是弟兄姐妹 耶稣祂知道你的名字 祂知道你现在在看着这个视频 祂知道你现在所处的环境 祂知道你现在在哪一个角落 祂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祂就在你的现场 以马内利 耶稣与我们同在 祂知道真相 包括你不知道的事 祂都知道 第四 耶稣的父主成为你的父主 耶稣有多丰盛 你们 我们就有多丰盛 虽然外表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 像四美拿教会一样 但是耶稣说什么 你们是富足的 因为耶稣有多富足 你就有多富足 耶稣有多丰盛 你就有多丰盛 第五 耶稣赐给你那生命的光面 而我深信 那生命的光面 其实就是指永生 耶稣的生命 因为耶稣的生命 是永远的 这才算生命 而光面呢 因为这个生命 是荣耀得胜的 它是光面 耶稣赐给你永生 在新天新地 不再有悲哀 哭号 痛苦 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第六 更加的可怕 启示录20章14节告诉我们 死亡和硬间 也被抛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他的可怕 远远远超过第一次的死 在座的弟兄姐妹 第一次的死 能够怎样的死呢 我认为 饶死 病死 饿死 非自然死亡 寻到 甚至 人际关系 破裂 活着如同 死了 等等 但第二次的死 它更超越我们能够想象的范围 如果我们认为第二次的死 有那样的可怕 那么实际上 它比我们想象的还更加的可怕 可怕到一个地步 只有用自己的血 耶稣才能够战胜第二次的死 神才能够拯救我们 脱离第二次死的害 耶稣的得胜 越看越美好 超越我们的想象 超越我们的感受 超越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得胜 是建立在耶稣得胜的基础上 我们 成为基督徒 我们乃是赢在起跑点 将来我们也会赢在终点站 首先的得胜 保证末后的得胜 这就是启示录 它要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七个教会 不是告诉我们一系列 得胜者的条件 因为这些条件 我们根本做不到 而耶稣基督 祂已经满足了这些的条件 耶稣基督已经满足了所有的条件 耶稣祂首先的得胜 祂能够保证末后的得胜 耶稣第一次的得胜 能够保证他第二次的得胜 因此我们赢在起跑点 我们也会赢在终点站 这就是要告诉我们 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领受 我们凭信心领受 耶稣基督的得胜 成为我们的得胜 而在过程当中 我们经历 耶稣的得胜 在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人际 在我们的行动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么除了做对的事 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第三 凭信心注目得胜的耶稣 耶稣祂没有改变环境 反而祂让四美纳教会 注目祂是得胜的耶稣 启示录二章十节 你不要怕 你将要受的苦 不要怕 这不是要求你 你不可以有害怕的感觉 当你害怕的时候 你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对耶稣说 你里面的害怕 然后你要见证到 耶稣基督 祂使你的惧怕 不能够限制你的行动力 这就是不要怕 你要经历到 那在你里面的 比那在世上的更大 环境没有改变 但是你的内在强大了 我发现 把我打倒的不是环境 而是我的内在 而是我的内在 唯有耶稣能够拯救我 同时圣灵会帮助我们 注目得胜的耶稣 因此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有耳的就应当听 圣灵一直对我们说话 圣灵不向我们隐藏 圣灵会来帮助我们 来注目耶稣基督 大约五十年后 四美拿教会 有一位玄道者 他的名字叫 玻璃甲 当他受审判的时候 他有机会能够咒诅基督 然后他就能够获得自由 他就能够获得释放 可是他却回答 我侍奉主耶稣已有八十六年 而我所领受的 从耶稣所领受的竞斗是好处 我如何能出卖我的主呢 结果他被烧死 我怕死吗 怕 我怕死 真的 我非常佩服那些不怕死的人 我觉得他们很勇敢 他们天生的那个抱子胆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敬佩 我看我自己 我无法达到他们的境界 我不只怕死 我还怕痛 更难过的是 要打针的时候 护士的针 还没有碰到我的身体 我已经呱呱叫了 然而我会强迫自己 做一件事 那就是捐血 因为我要锻炼我自己 去年捐血的经历 我还是一样 里面有怕痛的感觉 但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 但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 有一位护士 面对我一直看着我 然后对我说话 我就注目他的眼神 鼓励的眼神 肯定的眼神 以及加油的眼神 充满了我的焦点 结果呢 我就度过了这个煎熬的过程 当我回想这事 我学习 当我感到痛苦时 我会想到水 注目环境 环境不能够使我们得力 注目我们的问题 问题会把我们给打倒 唯有注目耶稣基督 耶稣能够使我重新得力 耶稣就是坚持的理由 祂陪我一起面对再苦的日子 在座的弟兄姐妹 最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我就想起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的歌名 就叫做《耶和华的心》 而在祂的副歌里面 祂就唱道 当你遇苦难 祂渴望与你共承担 试探中 祂要更新你 赐你够用恩典 忧伤与愁烦 祂渴望为你来舒缓 唯愿你全心交托 寻求祂荣面 结论 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 孩子们 你们是属于神的 并且已经胜过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上的更大 在座的弟兄姐妹 以及在座的朋友们 你会惊叹你里面的耶稣 比你想象的更大 圣灵会帮助我们 来认识得胜的耶稣基督 让我们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已经得胜 你的得胜成为了我们的得胜 我们也领受了 而且不断的领受 前面的日子虽然会糟糕 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 你安慰我们 使我们的心里有能力和平安 使我们能够认识你 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祷告 Amen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祝福献上所有的家人们 朋友们 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下期见